谈一段精神之情 第一胖女人好生养结婚嘛肯定要生儿育女 兽女人为了减肥结实吃减肥药虽然瘦下来了 但是身体也会了像林妹妹似的柔弱 而且兽女人大多有公寒的毛病 这些都不利于怀孕 相反胖女人身体好容易生孩子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说胖女人好生养容易生儿子 当然这无从考究 还有就是胖女人有福相忘夫 第二胖女人性格好 都说胖妇人心宽体胖 胖女人的性格也是很温顺的 最典型的是不会主动惹事 也没心没肺的 而且生气也很好哄 一会就哄开心了 正相反有魔鬼身材的女人啊 习惯受到男人的追捧 在生活中既任性又矫情 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啊 这不吃那不吃 动不动就委屈巴巴的掉眼泪 胖女人大多比较开朗乐呵呵的 度量大受到委屈啊 转头就能忘 相比回到家中看到瘦女人的 冰山高冷脸 男人更喜欢看到喜笑颜开的胖女人 第三胖女人有安全感 胖女人给人感觉心底善良 没有那么多的心悸 而在出轨的问题上 表现的相对迟钝许多 不太容易给自己男人戴绿帽子 在整个家庭的和睦中啊 胖女人都扮演着心胸开阔 给人亲近的角色 而且啊 胖女人会让男人更加有安全感 让男人觉得很踏实 胖胖的女人在男人身边 男人都会睡得很香 在唐朝女人也是以胖为美 旧唐叔曾描述了太平公主的相貌 公主风韵 万额广盈 多权掠 则以天下为类己 唐朝女性的代言人 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都长得体型丰硕 额头宽阔 下巴方满 武则天正是凭着 堪比佛教塑像的父太形象 赢得了媚娘的地位 随着武则天的权力膨胀 风云的审美观 成了上流女性追逐的形态 所以说胖女人身上也有宝 很受男人的欢迎 好了 今天我这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